好,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函数这里 那我们有讲连续函数 通常各位很熟悉 但是离散函数各位就不太熟悉了 什么叫离散函数 例如说有一个叫做废式序列的废式函数 废式函数的定义就是Fn等Fn-1加Fn-2 而且你要定义边界条件F0等F1等1 好,那这样子它是一种递回表现法 好,那各位这学期学程式设计 你们会有个主题叫递回 各位的已经上过一堂课了 请问你们用什么开发工具 C++的课程 Dev C++ 好,那我知道Dev C++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Dev C++ 这一间教室好像没有灌 所以我先安装一下 好,Dev C++我们去下载一下 那你就从这个Brushet这边进去 也有免安装中文版 但是我不喜欢 就是Dev C++ 免安装 跟他的官方版有点不一样 好,那到了这里你会看到 OK,这里有一个5版 那这里有一个Go to download page 你就去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 OK,它这边有一些宣告 好,那有各个版本的 好,那你可以考虑下载这一版 或者是这一版 好,那两个版本应该也都可以了 好,这一版比较完整 好,那它会跑到SourceForge 这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网站 好,那你可以看到 它有8.9Mbps 还有我们的网路好像还蛮快的 所以待会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起来 那装完之后呢 我来写一个离散函数的定义 然后给各位看 那各位可能会看不懂 好,因为以各位现在学到才第一堂课而言 应该无法了解我到底写的东西意义何在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我先让各位感到这个奇怪 再让柯老师去教你们 你们到时候再问他问题 或者是你要问我也可以 不过现在就要讲清楚 是有点困难的 好 那我们下载差不多好了 好,那已经下载好了 那我就安装吧 好,再安装 是 Devc++ 好,他说叫我不要再重复安装 应该没有重复吧 我刚刚找一下好像没有 好,OK 同意 就按绿色的就可以了 好,按install 到Devcpp里面 好,那他是说 是不是要给所有这台电脑的使用者用 按yes 好,那就开始执行 好,那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 Devc++的版本 那我们用 还是用英文版 好,虽然他也有中文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英文版 好,那我们用这一个 好,建立快取 好,那各位会发现我上课 这个只要有程式的地方 我会尽量 选择 稍微用程式讲一下 好,那虽然这是数学课 好,那他现在在做一些标头档的引路 好,那各位千万不要轻忽了 C++这个语言的难度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C就已经够难了 还加加 那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你要入门并没有那么难 你要很厉害 那就很难了 好,那一般来讲 你可以建立一个专案 或者是直接建立一个sust file 也可以 所以,那C语言对不对 一开始通常你会这样写 然后呢 我把它当C语言写了 我没有用++ 那这是stdio是一个标准输出的函式库 那我们稍微把它存一下 就存在我自己的资料夹好了 建个C 那在这里各位最常写的程式 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储存嘛 然后按Compire 编译 编译没有问题 DOWN的话就是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就开始执行 RUN 好 那你就会看到 一闪就不见了 一闪就不见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 这里还有防毒软体 所以你得把防毒软体 其实最好是关掉 否则的话呢 它会卡住你 会卡住你 那我就停用到重启电脑 好OK 那我就开始执行一下 那这样子 你看不到东西 所以通常你们会在后面加一个 这个对不对 加一个System Pose 那这样子的话呢 让它稍微停掉一下 我看一下 Stamp Pose OK Declade 哦对 这是CPP档案 我不想要CPP档案 我想要纯粹C的 所以我把这个先关掉一下 然后呢 到我刚刚的程式里面 它把它当成CPP了 就是C++了 好OK 那再把它打开一下 好 那你会看到它输出了Hello 对不对 那输出了Hello 如果你加个斜线N 代表说要换行 它说我不能存 为什么 有被锁住吗 看一下 能不能存呢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不能存 好 换个档名好了 有没有真的锁住了 能不能存 看一下 可以了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被锁住了 好 就这样 那如果交换行资源 你会觉得 不会觉得那么奇怪 因为东西都黏在一起 Hello OK 那接下来 我们不是要上程式课 我们是要上数学课 所以 地回 的定义 在程式上面 是有意义 是有意义的 各位知道 如果 我今天想计算 计算 计算什么呢 计算N阶层好了 N阶层 那我该怎么算 一个简单的算法是这样 我计算 int fac 等于 1 然后for i小于等于n i++ 然后呢 fac等于 fac 不能从0开始 要从1开始 乘以i 好 这样子就 就可以print n阶层等于 这个n 我先给个n好了 n等于5 好 5阶层是多少 各位 先算一下 5阶层是多少 等于 5阶层120 那我们得看看 是不是120 那就 执行一下 好 n阶层120 没错吧 这是一种算法 这种叫做回圈 那有了这种算法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有一个函数 有一个函数叫做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 Hectorial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重用 我要算几阶层 我就不用 不用那么麻烦 这样 FAC 然后最后呢 听说 字小看不到 来我看一下能不能选 Font 选一下Font Font Font在哪里选 Tools Compiler Option Editor Option Font Font Display Font 来大一点 切换到我的萤幕 这里应该没有广播系统 所以 我们没有装硬体广播系统 所以我把它弄大一点 够大了吧 这样会不会看不到 应该比较看得到了 好 就这样吧 虽然很少又这么大写成是很怪 不过 可以啦 好 当我把它改成这样之后 OK 那 这里你就会看到我们的Factorial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这样呼叫 我们改成函数的呼叫方式 5 那我就定义说 Print 5 直接写在这里也可以 直接写在这里 Factorial 就这样 N接 N等于5 应该直接写5接好了 因为我们直接写5 就直接5接等于多少 把它印出来 Compiler 5接是120 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函数 把它写成一个 可以重复呼叫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用6 可以啦 6 那 我甚至可以把N N宣告一下 那这边我用Person D 用Person D的时候 我这边就要传进去N 运出到底是多少 它的阶层等于多少 这里就用N就好 你就会看到 OK Ampire and wrong OK 6接是720 对不对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美好了 因为我也可以写成函数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教各位写函数的 我们今天是要来教各位写地回的 这个叫地回定义 那比如说我如果想要计算阶层 阶层的地回定义是什么呢 F 假设我叫这个函数就叫F号 那它的定义 以N阶层 N阶层就相当于N乘以N-1阶层嘛 对不对 那如果把Fn就视为N阶层 那Fn-1不就是N-1阶层嘛 好 那所以Fn跟Fn-1之间差了几倍呢 差了N倍 所以Fn等于N乘以Fn-1 对吧 Fn等于N乘以Fn-1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 好 OK 但是这样会当机 为什么呢 因为当N假设是5好了 5-1就变4 4-1就变3 3-1就变2 2-1就变1 1-1就变0 0再减1变-1 它还继续算 为当机 因为没有止境 所以我要给它一个中止条件 就是E-N等于1 N等于等于1 请注意这里是等于等于 逻辑判断条件在C里面用等于等于 那如果是指定的话才用等于 像这个 这个是指定 这个是判断 请注意一下 那这时候呢 N等于等于1的时候 我应该传回多少 一阶层是多少 1 所以我传回1 这时候呢 那我就 呼叫一下 我写Fn等于多少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答案跟原本的一不一样 还是720 对吧 所以我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Fn就是N乘以Fn-1 就这样一个地毁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来定义函数 好 那刚刚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个奇怪的东西叫做Face序列 Face序列是 Fn等Fn-1加Fn-2 然后F0和F1都是E 我们来看一下Face序列的结果 这个Face序列叫Fibonacci Fibonacci series 那如果你用地毁的观念来看 那这个就是Fibonacci series的N-1加上N-2 OK 那当N等于0或1的时候 它都是1 所以或者N等于1 0 它通通都传为1 OK 就这样中止条件 这时候我就可以印出 Face序列的第5号是多少 这时候呢 刚刚这里还没有关掉 所以 关掉 再重新compile around Face序列的第... 我是写第5号 N 我写N 所以Face序列第6号是13 各位可以计算一下 Face序列第6号是不是13 F0 F1都是1 F2应该是多少 F2就是1加1就是2 F3呢 F3是2加1应该是3 F4呢 F4呢 F4应该是2加3是5 F5呢 F5呢 5加3 应该是8 F6呢 8加5 应该是13 我们是13吗 是的 所以是对的 F5呢 F5呢 F6呢 F5也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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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 一整年的程式设计课 只是从C++直接入手 或许它会从基本C开始教 我猜是这样 不会直接一下子就加加 可能会从基本C开始教 虽然是用加加的课本 虽然是用加加的课本 但是事实上会从基本C开始教 我预期是这样 不然会太难 C++的意思 加加是有物件导向的意思 就是C元的进化版 这是我们刚刚的程式 有同学在抄 我干脆把它直接贴上去给你好了 就不用抄了 我就直接贴到 微积分的课堂 刘明贤同学 我们等一下再回答他好了 是有点蛮认真的一位同学 递回 递回函数定义 用C始作 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OK 那这就是他的程式了 但是其实这个程式排版会乱掉 所以我干脆用上载档案的方式 把刚刚的程式直接上载一次 这样子 应该是Requestive 1 这样你如果要排版格式比较好的 直接从这里下载也可以 那这个Facebook 在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好 好OK 所以各位可以 可以把程式跟数学 放在一起 稍微比较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函数 的离散数学函数 通常会用递回的方式来表现 那各位在二年级的时候 应该还有一门课是离散数学 那应该也会教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演算法 应该也会教这个 程式设计也会教这个 教这么多遍呢 我觉得你只要学会一遍就好了 其他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其他遍就是你要学更原本不会的东西 好 所以离散数学函数 刚刚的定义方式叫递回定义法 那你也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定义 比如说F1如果是1加到N 那就Sigma I等于1要N I 这个就是1加到N的定义 这个符号念Sigma 那各位学过维基分应该懂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直接告诉各位 这个都是希腊字母 那这个希腊字母怎么念 会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待会 请YouTuber来帮我们念一念 那先看一下这边 函数它有数学定义 那函数的数学定义 有时候是单值的 有时候是多值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函数都是指单值函数 不会指多值函数 那你可以这样写Fs等于Y 或写Fs然后呢Map to Y 或直接写S Map to Y 这个叫Map to 那所以这个S呢是定义域 Y是直域 直域我们会这样称呼 那所以S是定义域 Y是直域 那直域或者是我们会说称为CodeDomain 对应域 对应域 那如果那个函数是一对一的话 那通常我们可以找到反函数 那反函数就是把 你把A印到B 那B就会印回A 这个叫反函数 那像这边有一些函数的例子 像多项式的通用写法 会写成这个样子 自然指数 E的S四方 另外这个叫做地板函数 地板函数英文是Floor Floor 你没有看到它下面下面有块地板 有没有 那如果在上面的这是天花板 天花板 Sealing Sealing 天花板 那地板Floor Seal Seal 那单色满色和双色 这是几个函数的概念 那单色是这样 就是一个印射到一个 那这种会有反函数的 就是单色 那这个满色就是对应域的 就是植域的东西 通通都被射满 没有任何的人 没有对应到 这叫满色 那双色 Bijective 就是两边都互相一堆一堆印 这是双色 Bijective 那这点是基本的名词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有反函数 那最好是一堆一的 一堆一的话通常都有反函数 这one to one 从定域到词域 这一堆一 那如果是有好几个 好几个定域的词 可能会对应到同一个 那你要找反函数 就会有困难 对 因为两个都对应到一 那我对回去 我到底应该对给谁 就除非是一对多 不然的话就很困难 就没办法变函数 函数必须要是 必须要是只印射到一个 那one to many的情况 这种通常我们不称为函数 one to many的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y等于fs 那我们可以用s等于f-1y 来代表它的反映射 反函数的意思 那所以如果f-1fs 那其实就是s 因为一个s映射到y 又被从y又映射为s 所以这是反映射的意义 好 那像这种呢 是y等于s平方的函数 你可以看到长这个样子 那y等于s2分之1之方 各位知道2分之1之方就是开根号 那开根号就有一个问题 根号有两个 对不对 比如说4的根号 那就2和负2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没有告诉他说是正的话 那就会有两个 如果是正的 当然就只有一个 那 所以这种 我们写1 2之方 通常是指正负没关系 如果我们写根号 通常是指只有正的 那所以当你写根号的时候 你会加上正负根号 OK 这样代表说 两个解我都要 好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函数 比较复杂 像1的s之方 那它的反映射呢 就是lnx 那1的lns 那就是ln的es 那其实就是s 因为这两个互违反函数 那同样的 如果是sin s呢 那有一个oxin 但是oxin是一个不正常的函数 就是sin 因为oxin会只有在0到1之间有值 那是一个1对多 多对1的那种东西 好 那所以你看sin的话 本来是这样 那把它反过来又变这样 反过来变这样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函数 因为函数的话 s轴上只能对应到一个值 那这个一个s轴上对应到了无限多个值 这就是一个不是很正常的函数 那另外一个 你上数学是用什么 用英文 对吧 sine cos 那些东西都是英文 你上数学用英文 各位有没有想过 那 那为什么我们在数学符号里面 常常看到一些不是英文的东西 sigma π 这些不是英文的 sigma和π你大概会念 但是有很多字你会不会念呢 这就不一定了 因为外国人的习惯 他们这些符号从哪来 是希腊字母 希腊字母 英文对我们来讲就已经很远了 跑到希腊去那就更远 那 所以希腊字母我们到底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容易认识 那我是一直到我学Lattes 这个数学公式的写法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熟悉希腊字母的念法 那也还没有真的每个字都记得很清楚 那所以这里就有希腊字母的念法 那我不打算念给各位听 因为我的发音不见得很标准 但是我稍微给各位稍微很快的看一下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zeta, eta, zeta, alpha, kappa, lambda, mu, nu, psi, omicron, pi, rho, sigma, tau, epsilon, obs, phi, kai, psi, psi, omega, phi, kai, psi, omega. 那这些符号在数学里面 尤其微积分里面常常会出现 那所以各位有必要要学会 那另外像这个符号上面有个帽子的 height a-teight a-tealte有个老鼠号的 a-tealte 有个横线的 a-bar 有个点的 a-dot prime 有一个p的 f' 如果下面有个 有个小写的下标 这个叫a-sub-k sub的意思 sub的下标 a-sub-k sub上标 a-o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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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念star 这个念wage 这个念v 这个念for all a-proximately equal to 这个念equivalent to proportional to正比 infinity无限大 as maps to a as maps to a as approaches a 那limit sg0afs 那就是limit s to afs 那这个最大话最小话 应该用不到 这个有天花板函数 seal 那地板函数 flow 这个 在几率统计会用到的 head theta head theta 好 那这里就英文了 我念的不会很标准 来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请youtube来帮我们念一下 那这个希腊字母 就是好像有广告的样子 等五秒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希腊字母 怎么念 怪怪的好像播不出来 看看播广告的时候怎么那么顺 这 播广告很顺 真的要播就播不出来 真的出不来 那先看下一个 看下这个播不播的出来 连这个也播不出来 是不是现在网路挂点 突然网路挂点 这个可以 那这个先暂停 还好我们有很多个 他念的怪怪的 应该我们会念beta 但是或许他念的是标准的 因为 因为我们的发音其实是不准 好 这双咖啡 绿色 都 双咖啡 垂 绿 咖啡 绿色 Do 請